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大的挑战跟冲启 这个是 现在的人 结婚率就降不高 离婚率也没有增加 那因为很多人没有结婚 他们就同居 那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 然后很多人就怕这种的婚姻 有这样叫恐婚症 聚婚症这种现象在里面来 但整体来说 一般而言的话 好的婚姻关系 还是我们幸福的人生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你可能有很多原因让你 可能单身 又要发也没有关系 但整体一般来说的话 那婚姻跟家庭 还是我们追求 一个幸福的人生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好的婚姻关系 仍然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那圣经里面 有一个是叫雅各 这篇书的话 不多就有八章 那这个不太容易解释 但是基本上你这样 就暂于接受我的 这样一个解释的话 在他们这样人生 走过了很多的上下起伏之后 然后这个到了 好像是一个人 到了比较人生的末期吧 有这么一个图 他说 那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那这个旷野 是一个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那有一对人 他们好像是夫妻一样 互相依偎着 从那种旷野 慢慢这样走上来 我们就很好奇 那那个主角呢 是一个阴性的 一个单数 所以灭是那一个女的 那个妻子 那她的那种的满足 那种喜悦 那种幸福感 那我们很好奇 很幸福她到底是谁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家偶 他回答说 在苹果树下 我叫醒了你 在那里 你母亲曾为你 为了生你而阵痛 在那里 生你的为你阵痛 有人说 你的婚姻很幸福 我们很羡慕 然后这个解释说 我的婚姻像是 经过生产之苦一样 我们在座呢 我们很多是夫妻的人 如果当年结婚前 有人跟你说 以后你的婚姻 会像生孩子一样痛苦的话 敢不敢结婚 我们都很希望 看那种童话是不是 那从此以后的话 这个王子公主 过着幸福快乐生活 但圣经我们说 很realistic 很实际的 圣经说 美好的婚姻 要像经过生产之苦一样 才可以达到 那底下讲的几个 四个重要原则 那这个是那个 所谓旷野 这也是那个 这个在 说在巴勒斯坦地 那种旷野的地方 是让人烟 比较汉制的这种地方 那这是一个 比较少见的 一个我们的国画 那你要看底下 尤其要讲的话 有一对 好像是 就是应该男女 互相对看着 不是很清楚 有点模糊 但是我们就很好奇 他们到底是谁 那非常的 亲爱的那种感觉 我们的好奇心 那这个的话 你看这个图的时候 什么感觉 很温 很温馨 充满了爱的感觉 像是在早上的时候的话 那夫妻两个人 互相意味着 带着小狗 在这海边 这样散步 他不是生病 不是脚痛 不是 是很亲爱的感觉 那这个图呢 在好些年前 那我在San Diego 有一次 他一个夏令会的时候 那早上呢 就算是一个这种的 我们叫做 陈庚 早导会的时候呢 那我在参加 这个早导会 然后人不是很多 那我在走到前面 有一对年长的夫妻 走得慢 我走得更慢 不想打扰他们 就是早上要有点 安静的时间 那这个丈夫呢 就靠马路这边 他才在里面来 然后他们就各自这样走着 那每逢当有一个车 这样经过的时候的话 我就看到那个妻子 就伸手把账户拉一下 那等车过 他就放开来 那过不久的话 车又过去一步 他又把它拉一下 那车过 他就放开来 我就想起 我在小的时候 中学时候的话 有一个年长的弟兄 那他对我 他关心我 帮助带领我 那他就跟我说 他说邻国亮 我们一起走路的话 你走路里面 我走外面 万一有车撞上来的话 先撞我不撞你 我好像这是用 保护的那种的意思 那我就从小 这样一个印象这样子 所以看到那个丈夫 站在外面 他在里面的话 这是丈夫保护妻子的 但当车过来的话 妻子怎么样 抓一下 免得她掉下去 妻子保护这个丈夫 我就很好奇 就他们这个夫妻很好奇 我就往前走得快 加快那个脚步 结果是这对夫妻 他们从台湾来 他们叫吴勇长老 吴师母 他们是一个神 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 是那一次整个这种 大会的主要讲员 那是那一次的营会 那个吴长老讲什么信息 对不起我都忘记了 但我记得一件事情 那一幅图画里面 他们夫妻彼此互相 呵护那个图表 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那底下的话这边说 我们说这个婚姻 像生产之苦一样 那底下这些是我的一些同事们 他们生小孩的时候 他们这样用email送出来的 一个解决说 他从晚上7点钟开始震痛 他未曾经历过这么要命的痛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痛苦的话 跟等候都要放弃了 然后他说这个 他说他自己本身花高烧两小时 小孩子的那种心跳呢 他说这个高度 这个每分钟的话 到达200次 那熬了16个小时 医生才决定要破误生产 放弃了 他说我父亲 丈夫 丈夫跟母亲在外面 非常焦急 16个小时 我不知道生小孩这么痛苦 那生以后的话怎么样 一切都值得 当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很快乐 很幸福 但生小孩很痛苦 还一个他说 胎儿越大 我的睡眠越辛苦 我想在孩子生出来之前 我是当定的猫头鹰 天天晚上的话睡不着觉 眼睛瞪天花板 像猫头鹰一样 那我们中间 我听说我们人间 那种自然痛 最痛的 就是生孩子的痛 那这是我们男人 永远也没办法体会的 那母亲们你们很伟大 那事实上说 那个婚姻就要像生孩子一样 经过生产之苦 那生小孩讲说 他说你会在那苹果树下叫醒 那苹果树会结果实 苹果树 那果实 所以有一个fruit 那我们生产之后的话 生下这个孩子来 那我们的婚姻当中 如果就那些必要的生产之痛的话 我们一样有结那个好的果实 那底下呢 这个作者 这个教导就讲到四方面 怎么样能够经营一个好的婚姻关系 那我说 这好像是一个精华 一个精髓一样 你会听很多 关于这种婚姻的一些的信息 跟教导 那你可以用这四个点的话 好像当作一个benchmark 做个最基本的 这样来衡量 评估 增加几种都可以 第一他说 求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 那印记跟戳记 就是那种印章的意思 那我们说呢 这个是戒指嘛 那这好像一个记号一样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以后的话 那牧师会就马上上去公开声明 他说 弟兄姐妹 我手上没有戴戒指 没有公开的一个戳记 为什么呢 他说他戴了会过敏 他说不能戴 那重点就是说 你在跟人家相处的话 有一个mark 一个seal 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 已经结婚的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一个丈夫 一个妻子 这样说 好 那印章代表所有权 这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可以懂的 我来美国很多年 1970来美国 那1992年的时候 回到台湾去 有半年是要 当他们那边一个 一个大学的 一个幸福家庭顾问 我就去了那个银行 要开个户头 那在美国的话 你带你的 驾驶 license 是不是 然后你去的话 你就可以开户头了 我去的话呢 我就带了我的 我的身份证 要开户头 他说你的印章呢 我说我自己签名就好 他说我们需要印章 叫印信 那如果有人拿到我的印章 拿到我的身份证的话 他可以把我的钱 全部这样 你都干干净净的 因为那是一个 再有一个权利 我们中国话说呢 我们两个人彼此心心相印 你的心打开 盖上我的印章 那表示你是属于我的 我的心打开 盖上你的印章 表示我是属于你的 我们两个人彼此 互相心心相印 他说你把心打开 盖上我的印章 好 这是一个我们 这个中国的书法 如果你到了那个博物馆 台湾的故宫也好 北京博物馆的话 很多这些的名 这些字画 这是宋朝苏中坡 他写黄州韩石诗 他的笔很棒 大家都晓得 这些怪了很多的 这些的这种的印章 很多的是皇帝的大印 代表那是皇帝所有的 谁该印章 是属于谁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是美国总统一号专机 有一个总统的印章 在那边 好多年前 我们应该是 欧巴马总统的时候 他在开车吧 坐车 那是FBI的人 开车的 好像应该在 废城这附近而已 一路上的话 突然间那个 那个徽章就掉了 他出动那个 那个IBM的人 不是IBM FBI的人 FBI的人 去找 找这个徽章 那这个是总统专机的话呢 别人不能上去的 别人不能上去 这个叫做一个 私有的意思在里面来 好 我在 我在读研究所时 我有一个同学 美国人 那他是在这个 在越仗的时候 他去打仗 他就受伤了 脚是残慧的 那他 这个曾经离婚过 那那是我们同学嘛 也是我们大家 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 旁边的妻子 是再婚的这个妻子 他说呢 我跟他结婚之前 我们订婚的时候 他说 我去订 做一个钻石的戒指 我们叫 Custom Made 一个Diamond Ring 房子跟戒指一样 你买现成一个价钱 你特别订做呢 有不同价钱 他很有诚意 所以去订做 钻石戒指 给他这个维婚期 那他说 我就跟他讲 万一将来 如果 我们离婚的话 还给我 那他是盖的印章 但盖的不是很清楚 还想要有后退之路 并没有真正的 心心相应 那Charles跟Diana 我们大概都 很多人认识 我们都有一些 年纪不算轻的人 他在八十年代 结婚上叫 世纪大婚礼 还记得吗 他的那个婚纱 那个是长 非常非常长 这样子 那后来听说 这个Charles的话 他虽然是跟Diana 订了婚 甚至结婚的话 他的心并没有 完全地盖好 那个印章 属于Diana 在订婚以后的话 他还送了手镯 给目前 这Pamela 他的女朋友 后来他说 他结了婚以后 在度蜜月的时候 在那个邮轮上面的话 还打电话 给那个Pamela 那如果你婚姻当中 你没有这种的 心心相应 这种commitment的话 你的婚姻 大概就很惨 可以想象到的 那这边说 圣经看婚姻 是一个盟约 是一个cobotant 是我们男女 心心相应 完全相属 紧紧地联合 然后是上一座见证的 是无条件 而且没有止尽的应许 跟这种尾声 我们看几个一些经文描述 那上利跟诺亚 跟亚伯拉罕 他们都立约 那都是神主动 向他们这些人 这样来立这个约 主动的 他说这是无条件的 包括亚伯拉罕 包括这个诺亚 包括他们的家人 连那些生殊都在里面 连没有生出来的后代 都在里面来 所以这跟他的这些家人 跟他的后代 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神单方面主动选择 我跟他们立这个约 底下说 这个约的那种旅行 那种realization 那种呈现的话 有条件 是你要履行的约定的话 那我的祝福 就这样继续的 这样可以过去 所以至于我 至于你 但是我是主动 跟你立这个约 那如果你会偏行挤入 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话 那我的那个祝福 就扣回来 那我最终的目的 不是去惩罚你 不是拒绝你 是希望你可以回头 那当你回头的话 我那个约还是可以履行 还愿意履行 这那个盟约的 一个基本上的意思 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那个和西亚是十四章 有一个很好的描述 上帝是用这个先知和西亚 跟他的婚姻 和西亚取一个 好像一个淫妇 三番五次的话 就换一顿的罪 先知就把他再接收回来 然后就医治他 安慰他 帮助他 给他一个机会 他要出去再回来 那最后神说 以色列百姓 你们就像那个 先知和西亚的妻子一样 你们是三番五次的 违背我 违还我 换一顿的罪 如果你可以真诚的悔改的话 他说 我就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你们 我的怒气向你们转销 如果你可以认罪悔改的话 那我就可以甘心爱 freely 是很自由 没有保留的 没有折扣的 上帮助他 在神的心脏中的话 破镜是可以重圆 那之后的话 他用很多的描述 就是说这个 像那个树开花 结果是一样 很旺盛 很繁荣 婚姻可以和好 最后一节 约法道是正直的 义人在骑上行走 醉人在骑上跌倒 那么神照他心意去做的话 那这样你们 以色列百姓 你们可不肯回头 能够领受上帝 约的祝福 你们自己决定 如果你什么时候 回头的时候的话 那我约法的神 就是继续祝福 你们爱你们 那如果你们不回头的话 你们就 自食其果 在我们婚姻当中 我想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立约 我们选择 一个人一个结婚 没有人比较强迫你的 是我们自己决定 要跟对方结婚的 那你在结婚前 你可以选择 但一旦结婚就不选择 你就全力以赴 然后给我们的配偶 一个最大 最多 最好的机会 他也可以回头 一起营建 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 所以我们圣基督 有看婚姻 是一个盟约 是一个covenant 声音上有一段 很多人所谓上说 你这个丈夫要爱妻子 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 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释 那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 看这种的 以乎所书的话 是在创世以前 那么神在基督里面 就预定我们 得那儿子的名婚 这是他爱我们的一个表现 让你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那在创世以前 是在你跟我们 都还没有被造以前 还没有生出来以前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以前 他已经选择这样爱我们 那把它转换成婚姻关系的话 弟兄姐妹们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如果你现在单身的话 你是有一个地方生说 如果一个人你结了婚 你就没有自由了 那如果你的配偶去世 你就有自由 可以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 这在主里面的人 换句话说的话 在圣经当中的话 你婚姻的对象 你是可以选择 你要不要结婚 你跟谁结婚 你可以选择 那信仰的相同很要紧 好 这样说 好 那一旦你在婚前的话 你就定义我以后 要好好的爱 我的未来的那个丈夫 或者那个妻子 不管她是谁 我可以选择 那一旦选择 一旦结婚以后的话 她可能变得直了 她可能搞错了 她可能什么地方 让我失望了 但我还是爱她 那个爱不会改变 那是一个表现 好 那这是公开的委身 这个图的话 他们两个人 好像是有一个心 对不对 他们是一对夫妻一样 那把花送给谁 另外一个人 一个第三者 叫小三是不是 他叫小王 好像是 这样一个名称 这样子 好 那需要一个 就是你在外面的话 跟别人相处 跟异性相处的话 你们谈话的内容 你们相处的距离 时间长短的话 都很讲究 不给人一个误会 以为你是 available 也是很多年前 我们在美国从前 有三大电视公司 ABC NBC CBS 好像是CBS的一个 早晨间节目的女主播 那我们这些代表 很多他们叫做 那种八卦新闻 是不是 他就报道说 现在那个女主播 前不久跟她丈夫之间 起了冲突 那个戒指拿掉了 She is available for lunch 她现在可以约会了 为什么呢 他们夫妻起了矛盾 戒指拿掉了 换句话说 当你戴着戒指的话 你是有夫之妇 夫 有夫之妇 那我说呢 那个外表还是其次 里面的话 那种距离 就非常的要紧 我先讲这个例子 讲这个飞机的例子 几年前我在 那时候我还住在 美国东岸的时候 那一个早上的 我就搭飞机 要到美国南部去 那早上班机 人不是很多 那我前面坐了 两个男女 那他们都是美国的军人 都穿着那种军服 那男的话 应该是一个军官 他的那个帽子的话 还开花的 女的话带一个士官 这边的那个背章 是一个士官 那我现在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他们是夫妻的可能性 大概非常的少 他们年纪不算轻 那个男的话 起码是中年以上的 那假定 Just in case 假定 他们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是结了婚的话 那天早上 坐在我前面 他们的衣服 穿着国家的制服 有背章的 他有背章的 有一个seal 他们的军种 他们的军阶 他们的名字 通通都有 但他们如果有人 一个人结婚的话 那天早上 他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是没有带背章 他们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那我无从决定 他们是不是结了婚的 我说那可能性不是很高 然后他们那个年纪的话 可能有一个人是结过婚的人 我不知道 但假定是如此的话 就他们没有带背章 那我们需要 为什么带背章 台湾曾经以前 他们台湾有人在负责 叫做选美 选中国小姐选美 好 然后呢 有一个人的话 他这个人的话 他很有钱 他就负责台湾这种的选美 所以周围很多这些 很漂亮的女孩子 有人就问他 他来说你的这个丈夫呢 他很出名的 这个很风流这样子 那你怎么样管他 管你这个丈夫 他说呢 丈夫者一丈之夫也 丈就是十公尺 叫一丈 一公丈十公尺 在十公尺里面的话 我看得见的 他是我丈夫 不要给乱来 十公尺之外的话 我看不见的话 眼不见 为敬 他用这种心态 要维持这个婚姻关系 我一看的话 我就很 就很稀奇 Amazed 有这样的女人 也不简单 他能够用这种心态去处理 那表示说 他对他账户的话 也不见为敬 那我通常不太多 看这种中文的报纸 在美国这边 那次就很巧 也是我就在欢姐看的话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新闻版 一个消息 后来这个女的 还是离婚的 那这个男的呢 他很有钱 他们家的那种的浴室 那些那个洗手台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洗澡地方 那个都是镀金的 镀真的金的地方 是很有钱 然后呢 他就坐在那个太师椅上面 地上脚踩什么 踩老虎皮 然后就引起国际的 保育人士的抗议 用它代表台湾 不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他真的很有钱 然后呢 后来这个 其实还是跟他离婚的 因为他没有公开的 一个尾声 那有一次 我在演讲的时候的话 后来结束一个 姐妹说 李牧师 我认识那个人 他后来是患到 艾滋症 这样去世的 那你即便有 再多的钱 即便你曾经想过 那丈夫者 一丈支付的话 但婚姻当中 你没有办法 容下第三者 所以那个 Diana跟Charles 后来Diana就说 他们的婚姻里面 这样太挤了 就挤出 那个Pamela 而那个结果的话 他本身 他也跟另外 他的那个 马术的骑士 也不是正常的关系 那再多的钱 都没有办法来取代 那这是那个 William王子 跟他的那个 妻子 叫Kate 是不是 那So far they are so good 我还是蛮信 他们这对年轻的夫妻 但是我刚刚说到 那个Charles跟Diana的话 他们在婚前 在结婚的时候的话 就缺乏这一种的 公开的尾声 那弟兄姐妹 我们结婚的人的话 求神恩待我们 我们就守着这一块事情 你跟异性之间 一定保着一个距离 然后呢 你既然已经结婚以后的话 你就向你的配偶 全然的尾声 也许是我们可能在婚前 我们的那种的 动机不是非常的单纯 我们可能是叫做 食之无味 然后呢 弃之 可惜 你已经跟他交往这么久了 花了投资很多时间 很多金钱的话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对象 那就将就将就吧 那这样的婚姻的话 你到了婚后的话 你要有这种很强 这种心心相应的 这种的尾声 阿德外的话 真的是在婚姻当中 欲加之罪 我们叫做何患无耻 然后呢 在从前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的话呢 男的 有外遇的可能性 比你的大的很多很多 将近一倍以上 差不多两倍 最近这些年的话 女方 急起之追 甚至在某些 比较年轻的年龄里面的话 女孩子 有外遇的可能性 他比男的更高 那个理由 因为我们现在女生 你那个处理工作 你的社交的那种圈子的话 比起大了很多很多 那通常外遇的话 都是熟悉的人 是朋友 是同事 这样造成的 那我们一样 不管是男生是女生 有人说男生 男人是天心 天生的花心 萝卜 那我说天下的乌鸦 一样的颜色 你们自己选择 看要做哪一个 那重点呢 不管我们是男是女的话 我们都有那些的 试探的机会里面来 可能是你不会找别人 别人可能会找你 可能是你条件很好 可能是你的楚楚可怜 眼上就 I need love 我欠缺爱 他们都看得见的 叫无字天书 但是你要选择一个 就是对你的灰浪委身 会帮助你 走过那个过程里面去 这是在加州里面的话 加州北加州的话 这是那个 Berkeley大学的那种校服 那个的话是Stanford 我不知道我们纽约市 在什么地方来 我们台湾有那个 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 他们两项美族比赛 那种敌意很深的 那我从前住在DC的话 我们那个球队 有一次在是球赛吧 那有一个是好像敌队 穿着那种对方的那种衣服 就进去我们的DC的 那个球场的话 被殴打 群殴 为什么呢 那是敌的地方里面去 有人就开着车 开着车 挂棋子的话 看自己是哪一对的 那这那种紧张性 你戴着背章 告诉别人说 你是属于谁的 我们这样说 公开的一个表现 好 那这刚刚讲 是一个很亲密的委身 要心心相应 第二的话 他说叫做什么 要有很强烈的委身 intensive commitment 圣经上说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然后热恋如阴间的牢固 所发的光 所发的光 是极其 是最猛烈的火焰 和粉是说 是耶和华的烈焰 有一个耶 这个就是最高级的火 这样子 那就是这个 婚姻的话 那爱情 他说像什么 像阴间 想抓住每一个 像死亡 要抓住每一个人 像阴间 一旦抓到就不放了 像那个火 是最强的火 把所有这些污秽 这些扎死 这些障碍 都把它燃烧掉 就要竭力的 没有保留去 呵护巩固 这种现有的 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 这是我们看到 第二个委身 在里面来 我会先说 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 我们不太多 有大的问题 但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一点上 都有那种成长的空间 We can do more We can do more to our marriage 我们这样讲 这是一个图画 爱情是坚强 在婚姻当中的话 那种的 像死亡 像阴间 像最强的火的话 告诉我们 就是你要竭尽所能 是没有保留去 呵护去巩固 这种婚姻关系 很多的夫妻 有这种的立场 有一种叫做 没有讲明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如果你爱我 我也爱你 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我也不会对你太好 如果你对我 有所扣留的话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扣留 我是很公平的 然后你看着办 然后那个主导权 在你手上 You got the key 我们很多人是 无形间用这种心态 在我们的婚姻 关系里面 我们这样 必须这样互动 我们人就是很特别 我们容易看见 别人眼中的刺 对不对 我们不会看到我们自己眼中的凉目 所以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眼中 不够的地方 欠去地方的话 因为你对我做得不够好 你对我所缺欠 我就开始扣留 那我看到你扣留 我也跟着扣留 我看到你扣留 我也跟着扣留 然后就你扣 我扣我扣我扣你扣 你扣我扣的话 到最后人家就很空 那当你们 我们的那种婚姻里面 那种爱情的存款 银行少的话 鸭屎骆驼 最后只需要一根稻草 有对夫妻 他们两个是留学生 在学校里面认识 交往 男的念博士 女的念硕士 然后婚后的话 就很意外的怀孕了 书还没有读完怀孕了 不容易很辛苦 那不但是如此 这个丈夫呢 她就在写论文的时候 找到一个工作 当年工作不太好找 所以很矛盾 要不要去接这个工作 要去的话呢 要离开这个妻子 书还没有读完 她又怀孕 然后呢 去以后的话 可能这论文的话 可能不会写完 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练博士班的话 你带着论文去工作的话 叫大忌 要凶多吉少 不容易完成的 但是那个机会很难得 她就去了 怎么办呢 这个妻子的话 怀了孕 念书 不能走 那么就请到 从来没有敬畏的那个母亲 从台湾就过来 那么就跟着这个 这个媳妇住在一起 两个陌生女人住在一起 很紧张的 虽然关系就非常的紧张 压力很大 他们后来就住在一起 熬过去的 住在一起 很多的矛盾 很多矛盾 很多的不满意 很多的累积 那后来 后来 这个弟兄都应该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这样子 后来的话 他们两个人 有一天 他们要带着小孩子 小baby的话 要开车 要去机场 要回台湾去的时候 就在整理这个行李 丈夫说 通通都上车 马上就要走了 通通上车 太太说 那一包 不要上车 那小baby的那些东西 那些奶水 东西的话 因为上车久的话 恐怕会把它晒 热坏了 不要上车 丈夫说 几个几分钟 上车没有问题 不要不要 那个一定不要上车 就为这件事情 就爆炸了 到坏的话 是这个丈夫 把他的头 也往地上吹 你很难想象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一个男人 什么样的丈夫 什么样的父亲 会做这种事情 但如果你平常 这样东扣西扣的话 一点点小小的事 就会爆炸 那我们选择 就是不要去亏欠 这件事情上说 凡事不可以亏欠人 唯有在爱心上 要常以为亏欠 这是我们跟 我们的弟兄姐妹的 一个相处 一个模式里面来 我们都率先 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们就觉得 我们欠我们的丈夫 欠我们的妻子 还可以多给一些 还可以多给一些 那记得说我们人 我们人叫做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谁能试透呢 好 那有些人的话 叫做得寸会禁止 得了便宜会卖乖 那如果你对他太好的话 他就take for granted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你继续对他好的话 他可能就是被宠坏了 叫做姑息可以养奸的 我的意思呢 你对他的爱的那种动机 不要改变 强度不要改变 那爱的方法 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下 偶尔给他脸色看一看 不是坏的事情 但你终极的目的 不是把他摧毁 不是教训他 不是要去把他摧毁 是要把他挽回回来 用这种心态 所以你要能够掌握 那个东西里面来 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就不亏欠 那婚姻每每在 当你给的话 你不是不见的 有句话叫 施比受更有福 在健康的婚姻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 施比受有福 你给的多的话 你回来的更多 这是一个婚姻 美好的地方在这里面来 那我们愿意说 我们每一位的话 我们在婚姻上面 我们常以为 亏欠我们的 账户我们的妻子 就是能帮助我们 那当你得到 你的账户妻子的好处的话 那你不要 take all granted 我们用感恩的心 可以回应 那在婚姻当中的话 我们都是 永远都给 那有这么一对夫妻 这个丈夫呢 有一点这种的 所谓暴力的倾向 她会讲一些话 会威胁这个妻子 所以妻子有点怕 有点压力 平常的话呢 对很多的事都 敢或不敢言 所以表面上 看好像这个丈夫 是很强的 她当领导 她说的算 那这个姐妹呢 她们家在 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个时候还没有 Costco那种东西 然后呢 这个他们 我们很多华人 我们那个 对牛奶会反应的 很多人不能喝牛奶 因为会拉肚子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这个家里面的话 这个丈夫不能喝牛奶 那喝什么呢 喝豆浆 那时候没有县城的 那个地方没有 这些的很多超市 所以这个妻子 需要去买那种 干的黄豆 要泡 然后要磨 然后要煮 很辛苦的过程 那一切的一切的话 就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 为这个丈夫 那当时早上的时候 这个要上班的 要上学的 那妻子的话呢 就要去把牛奶 热一热 给谁喝 给孩子喝 给自己喝 然后呢 有一杯豆浆 丈夫喝的 那这个平常被 丈夫压得很厉害 这个气质的话 不敢发表出来的 不敢讲的话 在那个 准备那一杯 豆浆的时候呢 好 先吐口水 到杯子里面去 好 再用那个豆浆 然后搅一搅 然后送微波炉 热一热 拿去喝 问题 还不是那个口水而已 是你平常在一起的话 叫做化不投机 三句多 丈夫在客厅 他就在厨房 丈夫 如果在楼下 很久的话 他就 今天我很累了 上床 早上睡下去了 如果丈夫早上 楼上去的话呢 我今天精神很好 在楼下都看看书 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那所以这个 表面上 你丈夫你是赢的 因为你很大嘛 但是骨子里面呢 你还是输掉的 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愿意常常想到对方 好像欠对方的 我们多给 多给 多给 那这个婚姻后 AA制 这是他们大陆这种流行的 AA制 一半一半 那一半一半不是坏的事情 我们把期望讲得清楚 不是坏的事情 但通常一样 我们容易看到别人不够的地方 我们看不到自己不够 看到别人不够而已 那有一对夫妻 他们都是那种的留学生 研究生 博士生 那么这个太太结了婚以后 他就说我们都在忙 我们都是在博士生 在做研究 做助教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将来呢 一半一半 我炒菜 你切菜 我煮饭 你洗碗 我洗衣服 你折衣服 一半一半 这样子 那后来就生孩子了 还是一半一半 半夜孩子哭 一半一半 一三五 我起来 二四六呢 你起来 但是呢 一个礼拜有七天 对不对 第七天用踢的 看谁被踢起来 一半一半 那这个都很有道理 很公平 但是这个丈夫的话呢 他没有这种 做家事这种习惯 然后一般我们都觉得 男生很重要 都是读书很重要 总之呢 这个丈夫有听没有到 说好好像不做 所以这个太太就气坏了 一气坏的话 太太就动手 女生动手 叫做花拳 秀腿 然后男生的话 气不过的话 就回他一轻一挥 马上就有疤痕 有照相留恋 好 孩子一岁多 丈夫就说 他说这个李牧师 我准备要跟他离婚 等女儿十八岁的时候 要等十六年半 他说他心已经死掉了 心已经死掉了 那似乎我们 比较容易看见的 就是那种 我说分不是坏的事情 我们夫妻把这种期望 讲出不是坏的事情 那这个我们 我比较怕是怕掉 就打模糊仗 我们谈一谈 有期望 然后不做的话 然后就重新又归零 一团乱 那我想我们什么时候 混乱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在谈 然后有一个新的 一个期待 我们尽量去履行 那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 那你可能错了两次 不要错第三次 你错了七次 你不要错第八次 那个I'm willing I'm willing I'm willing 我们这样去一张作法 好 那所以呢 不要怕 期待 那这个你们家是 三七 是六四 是五五的话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在你们夫妻同意就好 那不同的时刻 不同的人生阶段 不同的工作的要求 孩子的当年纪的话 都影响到你们那种角色的分配 这样子说 好 那这个是要讨彼此的欢喜 心意上有这么一段话 讲到夫妻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来好不好 我们没有结婚 我们单身 我们就专心我们的事业 我们可以到处旅游 我们可以几点钟回家 就几点钟回家 都没有问题 但结了婚以后 你就会受影响 受牵制 你的这种的金钱的花费 你这种生活的作息 那这个你的工作的那种时间的话 都受业限制 那这时候如果你 你结了婚的话呢 你要讨妻子的喜悦 丈夫们 那这个讨妻子喜悦 我说英文很简单 叫做 How to please your wife 都是那种 你刚刚英文就学到的这个字眼 那妻子的话也是一样 你单身 你就好好的工作 赚钱 去做化妆美容 都没有关系 那钱是你赚的 但你结了婚以后的话呢 你就要讨你账户的喜悦 那从前的社会的话呢 是女性要为男人活 要讨账户喜悦 那今天的话呢 现在缓过来 很多的女生的话 她们叫做女权主义 她们希望能够被提升 她们希望这个账户 能够缓过来 服侍她们 但是我想这个目前的情况 应该是夫妻 都讨彼此的喜悦 那这样我想我们的婚姻 就会很美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要一样 不要take all granted 那这个地方 这个McDonald跟Burgin 是我一段时间 碰到一个例子 我就很喜欢提这个例子 她们 我是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呢 那她们这个有 中间休息的时候 那两队的中年夫妻 就找我谈 说林牧师 有事找你商量 我们到旁边谈一谈 我这一题有点紧张 一定是有严重的问题 我们就有两个concert 要试一下谈话 然后呢 那个是休息时间 时间也很短暂 那这个处理婚姻问题 不像是在打针一样的 你要先了解过去的原因 然后要听他们谈话 那过程可能要好几次 那光是十五分钟怎么办呢 他们又很认真 那我就听就听吧 结果是问这个问题 然后林牧师 假定我们夫妻里面 就一个例子而已 这个丈夫要吃麦当劳 太太吃Burger King 那执二选一 要谁听谁的 They are serious 那我就跟他们读这个经文 这是我的答案 那做丈夫的人 你要讨其实的欢喜 所以丈夫你喜欢McDonald 你要去哪里 Burger King 然后太太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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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去哪里 McDonald 那这样婚姻就很美 吃起来特别香特别甜 那这样你到最后 可能是一半一半差不多 让他感觉特别的好 婚姻就好在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愿意 去讨对方欢喜 为对方着想 好 那我再讲一两个例子 有一对夫妻 他们在中南美洲那边 从那边移民到美国来 那丈夫呢 也少见他在中南美洲那边 他自己创业的 当老板 老板的话就是领导 领导说得算 他很强势 然后他就是 每一年都让他的妻子 可以自由出去旅行 他自己不去的 他工作很忙 不去旅行 然后妻子的话就很孤单 然后他们这个账户是很强势 所以在公司开会的话 他可以随时停下来 接着妻子 你刚刚讲什么话 给我老实说来 什么地方你错了 他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讲话的话 一不小心的话 车就抛锚了 就停下来 给我下车 他这么样强势 那后来到了美国以后的话 这个妻子就想要离婚 找我谈 然后我当然给这个妻子有机会 在丈夫的面前讲他 过去一些委屈 讲完之后的话 丈夫说都是你的错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从来不会错的 都是你的错 那如果用这种心态的话 我们的婚姻就很难 我们说需要相互的 这样去思考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婚姻当中 做一个基督徒的婚姻的话 大部分的夫妻其实 没有太多那种大事大会的事情 想想看你们吵什么东西 有多少是那种大事大会的 有是有 不是没有 但不是那么多 大部分不是很多 那这样的话那种的弹性 give and take 就很要紧 那这个夫妻呢 这个丈夫在台湾长大的 他的父亲母亲在国外 在工作 那个当年的话 这种邮政不是很发达 然后这个钱的汇率的话 很不稳定 所以他们常常担心 下个星期下个月 有没有钱不晓得 所以他们就把钱抓得很紧 节省嘛 主要有钱可以用 这样子 那婚后的话呢 这个他的太太的话 那些剩下的饭菜不能丢的 因为他要吃 然后他们孩子都蛮大的话 要去吃个麦当劳的话 都还跟爸爸求半天 爸爸还说 在家里吃最好 因为妈妈的菜做得最好吃 又健康又营养又省钱 要求这样子 那就这么巧 他娶了一个太太 他在家做生意的 然后他们家很和谐 很快乐 那生意做得也不错 那生意忙嘛 晚上这个店要打烊的话呢 就爸爸妈妈带着全家的孩子 就去餐馆吃饭 他们全家都有音乐细胞 一面吃饭 一面就谈当天发生事情 然后再来一个四部合唱 They enjoy their life 简面说林牧师 在我的生活里面的话 在外头吃饭 有therapeutic function 有医治的功能 这个姐妹 有工作压力 生活疲累 有成就的话 到外头吃个饭 纽约餐厅这么多 到处吃 那就这样的妻子 就偏偏碰到那个 连麦当劳都不吃的丈夫 后来 他们谈谈谈的话 就做一个决定 一样的话 就是做一个预算 很简单 说穿的话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他们挣扎了很久 他们好像是一个月五十块钱 好像是 任这个妻子去决定 你可以把它吃完 你可以这个月的话 就用三十块 下个月有七十块可以吃 你可以一口气把它吃完 你也可以分好几次都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丈夫就不再为这个钱 去甘心了 所以到时候 要去外面吃饭的话 丈夫你家人到就好了 那你不要别批扭闹脾气 又花这个钱 不需要这样吃饮 已经预算做好了 那过了几年之后的话 有一次在我们家 有一个这种的 这种夫妻的那种 周末成长营 在我们家举行 那师母就负责 做饭食 那他们这个家 就负责带饮料去 聚会结束了 那这个我跟那个妻子的话 就走下楼下去 那个弟兄呢 把那些他们带的饮料 要把它倒掉 然后姐妹就尖叫 不要倒不要倒 然后那个很省 那个弟兄说 我以为你不会要的 该倒就到吧 那那个怎么样 很潇洒 那个姐妹的话呢 她说我想这个还可以喝吧 我们就带回家带喝 你结婚酒的话 叫做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叫你龙我龙 乐在其中 你们要到不到 是你们家的事情 对不对 那以前这个 很省这个弟兄的话 什么都留着 现在的话 跟你结婚这么久的话 该到就到 那这个姐妹以前 是很潇洒的 不想做事的 想做生活的话 跟你结婚这么久的话 能留就留 婚姻很棒的 她关在这里 我们就这样成长的 没有太多要坚持的 我们愿意讨对方的欢喜 尽心竭力 向死亡 向阴间 向神的火 向最强的火 去呵护 去巩固 我们这种婚姻的关系 有一回我在 在台湾的时候呢 台湾一个叫做科学园区 在新竹那个地方 那有一对夫妇 他们就接我去 他们的那个 那个公司去演讲 那下午大概是 这个三点多的时候 那这个他们 那个夫妻很特别 他们那个车 比较高 有点像SUV一样 比较高的车子 后面是空的 他们很有爱心 那帮准 那种搬家的人 在帮搬家 接着帮你搬家的话 叫做有仪式的步道 建立关系 请你到教会里面来 那一天的话 我坐前面 她还坐在后面 高高的 那我们在美国的话 如果丈夫开车 她应该坐谁 太太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 一定坐妻子的 那台湾就很客气 都是让客人 坐前面 她还坐后面 我们在那边 争了很久的话 我们就做 恭敬不如从命 就坐丈夫旁边吧 那到以后的话 丈夫又很快 一下子 小跑步过来帮我开门 也是很早见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前走 走了没有几步的话 听到敲门的声音 这妻子还在车子里面 不在车子里面 她肚子还很大 快升了 车子又高 我一看就觉得不好意思 都是邻国两者的货 如果不是我的话 因为很体贴 对不对 帮她跑步 帮她去开门 牵她的手的话 到里面去 不好意思 那是妻子 没有什么花作 但到了里面的话 三点多 离那个四点多 一点时间 进那个办公室的话 那个桌子里面很干净 上面摆了一个那种 用保鲜膜包起来 那种一个海绵蛋糕 放在桌上 她也就说 哇 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 是要给谁吃的 我们这些妈妈们 你们生过孩子的人 当你怀孕的时候 很容易就 包豆腰 肚子饿 那现在的话 里面有一个蛋糕 她就问谁吃的 帮忙就说 要去接你 接林牧师之前 我想到 你大概肚子会饿 是买了要给你吃的 话都没有讲完 她的嘴巴就笑开了 像开花一样 我一看的话 叫安全上蕾 晚上没事 不会有事情的 我们弟兄们 我们应该常常买蛋糕 投他所好 那我们不是一天到晚 想这些事情 但如果常常可以想到 那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还对的话 这个夫妻两个人 很有意思 他们住在中西部那个地方 中西部有那个Detroit 以前的话 那三大汽车公司 以前是很厉害的 因为有很多 我们华人的工程师 都到那边去了 很优秀工程到那边去了 那这对夫妻的话 张沪是一个工程师 在这个汽车公司里面工作 那妻子呢 是学文学的 工程师的话 是脑筋很硬的 很直接 很工程化的 那我去中西部服饰了好多天 他说林牧师 你到我们家住的话 用我们家的浴巾 你的浴巾的话 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干的湿 湿的干的花 可能都已经花美了 不卫生 用我们家的 很干燥很卫生 我说这个 唉唉色 听他的话 这样子 然后他的 太太问他 考他一个问题 他说老公 万一 有人要强暴我的话 你会不会舍命救我 他在问张沪这个问题 张沪很认真的 当工程师 想了半天 然后说 看情况而定 And he is serious 他说 如果我有把握救你 马上就救你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我马上找警察 来救你 如果真实的情况 这是最好答案 但他在听的话 气得要死 他自己听到 I do 这样就好了 I do OK 好 然后这个妻子 喜欢花 很喜欢花 然后就是 明示暗示老公 你要送我花 那老公的话 工程师 要算了 买花给你的花 不划算 这个钱又贵 寿命又短 教会还在建堂 拿去奉献最好 不买 为了这个买花 不买花的花 他们熬了十几年 不买 最后这个账户终于 想通买花了 买什么花 这是假花 他们买那种盆栽的花 盆栽花便宜 对不对 然后寿命呢 很长 明年还要再开花 那这个负面 他想了十几年 都想通了 想通了 买这个花 后来我去一个地方 去演讲 在南部的话 一个教授说 林牧师 我跟那个弟兄 是一模一样的 觉得买花是不划算的 太贵了 我干脆在我们 后花园种花 自己去捡 自己去捡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个姐妹 都喜欢花呢 不见得 另外有一个账户的话呢 就是喜欢送花给他太太 太太偏偏不喜欢 不高兴 他说你老师送我花 你就干脆不要送 干脆把钱给我就好了 又这样的女生 为什么呢 这个姐妹的家 是开花店的 那弟兄讲说 你们家开花店 你很喜欢花 姐妹就说 我是喜欢花 但你不会买花 你买的又贵 那又寿命又短 那不如的话 给我钱 我自己去用就好了 所以记得的话 要投他所好 我们刚看了一个叫 爱的语言 我们今天要上这个课 你要爱对方 给对方东西的话 要对方所喜欢的 好多年前 我去过一个地方 去服事的时候 那我路过那个地方 是我熟悉的一个地方 他们说 林牧师 这有一对夫妻 在过几天找律师的 所以你过来 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过来一个机会 帮助他们 那是一个学生宿舍 晚上差不多11点钟的 大概是 叫临时开庭 他们的客厅的话 我们学生宿舍 那个都是那种灯光 比较昏暗的 没有这种灯 都是地上灯 昏暗的 然后没有什么家具 那我坐这个地方 他们坐前面的地方 三个人 那通常 我们做辅导人的话 通常来辅导中心 寻求帮助的话 一般来说的话 比较多是姐妹先开始的 弟兄比较少 那天的话 是弟兄先控诉 这个姐妹 她说呢 我为这个家 我付出很多很多 我什么都做 我也洗衣服 我也煮饭 我也洗球鞋 我这一听就不好意思 林国良结婚十几年的话 衣服偶尔洗过 但从来没有洗过球鞋 那这个弟兄要洗球鞋 很了不起 她说有一次呢 我在洗碗的时候 我太太端个椅子坐我旁边 要跟我讲话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话 我洗碗 你去洗衣服 赶快洗碗 我们到学校的读书碗读书去 她太太说不要不要 我要看你洗碗 我要跟你讲话 她说林牧师 这种老婆有什么用 没有用 她讲完的话 她太太就说 我这个老公真没去 真没去 那住在学校 那个学校是中西部的学校的话 很枯燥的 一个大学生 她说难得秋高气爽 要她散步去 她打死也不去 要先洗碗 我说洗碗就很了 不想动了 那你不喜欢 就不要不要动 一定要先洗碗 有一次学校开同学会 有一个舞会 她就邀这个帐户去 然后死脱活了 打死也不去 最后终于去的话 我的帐户到那边的话 脸像马 脚像竹竿 没有笑容 很不高兴 坐旁边闭上关 我这个帐户真没去 那时候我还没看过那个书 爱自己的书 明显的话 这个丈夫爱的语言 就是服侍 我爱你 我服侍你 对不对 我帮你洗碗 帮你洗衣服 帮你洗球鞋 那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也帮我洗碗 帮我洗球鞋 那妻子的话 要把握美好的时光 散步 赏乐 跳舞 比较重要 晚明天再洗 也不会生虫 明天再说 那如果两个人 你不投机的话 你做了再多 都是有听没有到 我们学习讲到爱的语言 讨对方的欢喜 好 跳过去一下 底下 我们刚刚讲过两个 一个是那种亲密的尾声 你要彼此心心相应 那如果这个 你要对外面的人 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 公开的尾声 第二的话呢 我们叫做强烈的尾声 你竭尽所能 呵护 巩固 基于我们的婚姻关系 我们会有事业的忙碌 有教会的忙碌 但什么时候我们跌倒 什么时候就站起来 什么时候我们忽略 我们时候就回过头来 总是那个机会 去把握 假以时日 我们的那种关系 会往上升 像那种斜线 slope一样 对不对 你上上下下 起起起伏伏 但最后的话 还是在往上升 我们就感恩 这样说 底下就坚韧的尾声 圣经说 叫爱情 种水不能熄灭 洪流不能 因为它是这样好 种水不能熄灭 many waters cannot quench love rivers or floods cannot wash it away 那这是一个很坚韧的 一个indestructible 一个尾声 怎么说法呢 就是你会碰到障碍 会碰到失望 会碰到抽脑跟矛盾的话 你坚持不动 这是道路的话 叫散分散离 大陆的择偶条件 男的要高 富 然后呢 帅 女的呢 要白 富 美 那如果你凭这三个条件 去结婚的话 大概是属于这种 散分散离主的 因为真正的美好的婚姻关系 比较多 比较多 是在水内在的部分 不是外在的 不是外在的 好 那今天说种水的话呢 就是说是一种 怎么样 就是说这些是你的 与生聚的这种个性 我们会互相吸引的 我们这种异性 有可能会相吸 如果你们做一些这种 性向测验的话呢 我们又叫做TJTA 有个性格的话 大部分的话 你们可能是五样 六样 七样 八样 很相像 但大部分的话 又一样 两样 三样 不太一样 那以后 你的婚姻的好跟不好 就在这种差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差异 我们可以互相调试好的话 就是如辅天一 我们互相成全的 那调不好的话呢 就越行越远 The more The more 你越是钱看得紧 我越花得越多 你对孩子越松 我看得越紧 那就越分越远 有这样一个叫你们来 那种后天的那种家庭环境 原生家庭的经验 一些生活的 一些什么是工作的操练的话 有些影响在里面来 是这一些让我们两个人 是你事先可以看见的 再一种的话呢 我们今天说是 比如说是那种的 你那种成长的这种阶段 我们刚刚结婚两个人 很恩爱 一有了孩子的话 我们夫妻的关系 就会受影响的了 那我有一个学生 他有四个儿子 小的两岁 大的七岁 讲到这个家庭的话 要他们每天固定 三餐吃饭的时间 七点半 十二点 六点半 有没有 没有 在他们车上坐车子的话 要安安静静 也没有 这是一个固定阶段 我们的孩子们 如果上青少年起的话 也是很多的 辛苦的过程里面去 到我们这种年纪的话 六十几岁的话 父亲 我的父母亲还健在 八九十岁的 很多的病 去年 先是妈妈得cancer 后来爸爸得cancer 那对整个家族 孩子都是很大的 这种的冲击 那感谢他们过来的 但是有很多这些的 我们这种同学 同事的话 到这种年纪的话 都是叫三明治 父母亲的年纪 我们下面的孩子们 这些是人生的 必定的阶段的挑战 那就是属于 这时候叫做 种水 你看得见的 那这个大水 我先讲这好了 这些东西 这个的话 这个小事情 对不对 这个夫妻 应该是在我们 这一代的 这个丈夫他们两个夫妻 都是医生 都是医生 那结了婚以后的话 太太就这样说 以后 每天晚上一定要洗澡 洗完澡 才能够上床 可以睡觉 那不然呢 不然帮你踢下去 然后这个丈夫他不相信 那就被踢了好几次 后来的话呢 他丈夫就干脆 一天洗两次澡 他的喜欢是早上洗澡 太太呢 喜欢晚上洗澡 那你不洗澡 他不要睡觉 他只好洗两次澡 晚上呢 是洗给太太看的 早上呢 为自己洗 出哪一口气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OK 好 那另外这个的话呢 好 看看这个是哪一个 OK 这个夫妻的话 也很特别 他们两个的话 他们经过大风大浪 经过大灾难 他们是从中国的话 逃难 在那个民运的时候 然后他们有些言论呢 就被政府 这样就看住了 他们就逃 他们就从这个 应该是从苏联 逃到 逃到这个 加拿大 然后逃到美国这边来 后来定价人 他们跟我说 李牧师 在从前的话 外面压力很大 内部呢 很和谐 现在到了美国的话 外面没有什么压力 里面矛盾很多 层次不穷 好 那一样这个妻子 喜欢干净 有一次的话 他们这个丈夫 她的工作受了 很大的委屈 她写一封信 英文信 要跟上师来申诉 然后她当然要 妻子的建议 那妻子的话 点了很多建议 这个写 怎么写 要怎么写 那这边应该 逗点 那边应该据点 那边应该是 berry 或者a little bit 就是一直这些话 讲一讲去的话 那丈夫是 那个气 一直忍 一直忍 最后要勉强 把那个信写完了 晚上已经都 过来十二点钟了 好不容易 大功告成 他还说 洗个澡吧 丈夫说 刚刚洗过了 什么时候 八点都洗过了 还又流汗了 再洗个澡吧 不洗 就洗那一封信 那压力 很痛的话 就趁这个就泡出来了 那怎么可以不洗澡 那你不洗的话 涮一下也好 像涮羊肉一样 烫个水也好 那为那个事情的话 丈夫动手 丈夫动手的话 太太 我今天整天陪你写那封信 你以为你不好受 我跟我憋很多气 叫你洗个澡都不肯 还居然打我 怎么样 找警察 乌肉 偏逢 连夜雨 那即便是如此的话 我们说呢 这些是水什么东西呢 是水那种的 重水跟大水 突然来的 那后来他们来找我 谈话里面的话 他们两个人 作为一座的话 我们都是这种的 可以动椅子的话 马上就转向另外一边去 离得很远的 离得很远的 那个emotional distance 是很强的 后来谈谈谈的话 我们有一个呼吸成长营 之后的话 他们就坐得很靠近 然后 妻子就把那个脚就转过来 会踢他张护的脚 这一踢的时候没事的 天下太平了 有这种physical touch 会踢对方的脚 好事情 但是呢 这是一样的在里面来 所以我们说 你在生活里面的话 很多这些 你事先看得见这种问题 要心理准备 难免会这种心理产生出来 那大水是这种 突然间来的事情 是你事先没有想到的 很大的压力 这边说 可能是你的失业 可能是你开始投资一个公司 可能是你投资失败 可能亲人的重病 或者死亡 这些是那种重大的话 或是一时冲动 可能是外遇 可能是殴打 那这时候你还是要坚持住 你不轻易地放弃 给我们的婚姻 给彼此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这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例子 差不多时间到了 有这么一对的夫妻 丈夫在做生意 然后就台湾 大陆 美国 这样山地 这样走走走 那很忙 其实在家里面 在带她的孩子 大家都压力都很大 其实就等着这个丈夫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的话 帮我分担孩子的事情 然后可以安慰我 可以体贴我 可以对我好一点点 其实这样想 然后丈夫的话 我在外头 打拼也很忙很累很辛苦 回家的话 希望这个太太 可以疼疼我 疼疼我 爱爱我 两个都很渴 都很饿 那最后的话 还是这个丈夫赢 因为丈夫在赚钱 那妻子的话 就有精神外遇 认识的人 丈夫后来知道的话 事可忍 事不可忍 他说林牧师 一知道的话 我的心像被那个锥子 很尖的 这样刺进去一样 叫锥心之痛 怪她的妻子 妻有此理 我这么辛苦 这么忙碌的话 很多的机会 我都没有乱来 你居然给我精神外遇 那一想的话 这基督徒 他有责任 曾经这个妻子 跟他很多人 这些明示暗示 有那种情感的虚空 需求 那账户都没有体贴 没有保护 他承认自己有错 他就跟太太说 你跟对方断得清楚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忍罪悔改 愿意对你好 那过了几个礼拜 他说林牧师 当时知道这事的话 是锥心之痛 现在呢 叫隐隐作痛 还是痛 但没有那么痛的 因为我有责任 我愿意改变 他也愿意悔改 那个事是一个危机 产生后来的话 他们之后 几乎我每逢 看到这个账户 看到这个气质 他们同性在一起 包括孩子也大一点 他们一起出国去 那有外遇 能够回头的话 不容易的事情 在主的里面 我们的那种接纳 那种饶恕 给予这个机会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好 再一点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类似的情形 这个夫妻两个人 都在上班 然后丈夫很平时 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什么娱乐 不看书 不看报纸 不看电视 太太说 我这个账户呢 没有味道 比白开水更没有味道 他只看一种书 就是那种工作 需要做的 看的书 他才看 假如不看 那就这么巧 这个妻子很有味道 这个兴趣多方面的 他可以从头到天天 参加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角生的各样的活动 他喜欢跳舞 喜欢游泳 喜欢打球 喜欢鸭花 喜欢画画 什么都来 那跟这个人 这么一去 后来他就在公司 就认识一个男的 一样有某种精神 拖了很多很多年 像长话短说 后来的话呢 这个他们是 孩子先到教会里面去 孩子就曾经带妈妈 去过教会 那过了好多年以后的话 这个 他们还没有信主 没有觉知 那之后这个 张会有一个机会 要到另外一个城市 里面去上班 就做个决定 要么就是你跟我走 跟对方断清楚 不然的话 我们就分开来的 那这个妻子也不是坏人 想了很久 那一些信仰的 一些种子在里面的话 就决定跟那个男的 就断开来 就跟着丈夫 就去另一个城市里面去 那过了好久呢 我叫一个电话 我要去一个教会去领会 那个教会牧师说 林牧师你来的话 有哪一对夫妻 要接待你 我这一听 名字似曾相似 再一想 这下麻烦了 去的话 大家要挑灯夜间 要做辅导 要做辅导 我就想这麻烦了 但我去的话 我很惊讶 他们是跟我报好消息的 他们到那边去之前的话 这个原来的教会的 一个教会的牧师说 你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们不认识一个人 我的同学在那边做牧师 你们去找他 他可以关心你们 所以他们这个家庭 先到那个城市的话 先找牧师 先找教会 其实这个牧师不错 谈得来 关心我们 就在教会的附近 买的房子 从以后的话 他们就经常 到教会里面服侍 中年的人 那教会那个中年 夫妻团契的话 很活泼 很精彩 很多的活动 他们聚会 他们唱诗歌 他们一起出去 吃饭 去旅游 去短宣 那等到我去的那一天的话 那个早上崇拜的时候 有那个敬拜团 他们唱什么呢 唱一切歌松 咱们 有没有 晃来晃去的话呢 那他们夫妻呢 在金马档里面 这个丈夫变得真有趣 曾经是有长期 精神外遇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改变 都可以改变 那全神帮助我们 我们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最后一个点 我就会结束下来 我跳一下来 无价的尾身 刚刚讲过的 如果有人拿家中 所有财宝 要换取爱情 就全被藐视 叫 笑掉大牙 笑破肚皮 不过你有多少钱 哪怕你是比尔盖茨 哪怕我们这边是 我们纽约区很多首富 都怕你要用你的金钱 换爱情 全被藐视 我们中国话说书中自有房金屋 书中自有盐茨茨 那我们现在姐妹们的话 你们也会工作赚钱的话 叫书中自有一郎君 你会读书 你会工作 你钱赚得多 今后的话 女生比男生钱赚多的话 会越来越多 很可能的 那谁钱赚多 谁声音就大吗 我们问这个问题 用全部的财产 换爱情的话 就全被藐视 我碰过一个弟兄 一个男的 他很有钱 他这个 那时候很多年前的话 已经在开BMW的车子 在乡下地方里面去 那他呢 我去他们教会领会的话 他就负责接送我 那带我到旅馆里面去 从前我都是去住会友的家 那一次 那一次第一次住旅馆 这个弟兄就送我到旅馆 那下了车说再见 他好像不走 跟着我到旅馆里面来 那来就来吧 坐下来的话 他说林牧师 我就讲那个经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人 想用家中所有财宝 换爱情 全被藐视 那他出口呢 是会背那种的 那什么 红楼梦的 很多诗词 我是很羡慕 很嫉妒的 一个学医的人 然后有医术 会赚多钱 然后他又懂这么多的文学 还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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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 他说我就像那个人一样 我去那时候 他说他去北京 买那种貂皮大衣 送他太太 他到香港 那时候的话 叫自由港 不用睡着 买那种真的珍珠 送他太太 太太的话 带着那个珍珠 给别人炫耀 但对他还是不好 他就很伤很痛 他说我错了 我有用那些钱 用那个貂皮大衣 用那个 赚那个珍珠的话 想赢得那个爱情 被他藐视 那时候我才刚出来 服事没有多久 那看一个大男生 在我面前痛呼流涕 我只是很尴尬 不要该怎么办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有诗词 应该是很浪漫的一个人 但是好像 就搞错一点点 来 最后讲话就结束了 好 这个弟兄 他拿着博士学位以后 那就去一个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做博士和研究 那之后的话 他结束了 他就去一个药厂里面 在那边工作 那把家租得离药厂很近 然后他就经常 这个下了班的话 回到家吃完饭的话 会散步 散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去 那就做做实验 进了实验室的话 是没有表的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 光阴事件 这样子 好 那到了周末的话呢 他就让他的太太 带着孩子们去养茶 他自己呢 回实验室去 做实验 有一天 太太说 老公 我要带着孩子 回香港去 看看父母亲 弟兄一听的话 嘴巴就笑开了 什么时候回去 我就可以更专心 做研究了 这下这个妻子的话 留下两行 无声的眼泪 他说 我这么想回去吗 我说 他说 我跟你孩子们 这些年来的话 跟你在一起 像个活寡妇一样 这个丈夫是极端的委屈 他是一个好孩子 好弟兄 好学生 好学者 他的心 他就早早拿到 那个patent 那个专利权的话 他的职务就稳定 薪水可以增加 可以买个房子 让他的太太 孩子可以好好过个日子 有什么不对的 一直好基督徒 到了周末呢 在教育很多的服饰 但是一样 一天天稍微搞错了 所以无声音的话 把他们的这种夫妻 家庭观就忽略掉了 那我们说 你要拿家中所有财宝 要换爱情 我们就全被藐视 那我们的婚姻关系 不管目前光景如何 这告诉我们说 一个好的婚姻 要像生产之苦一样 因为我要互在家 去敬仰他们 然后第一个是 亲密的委身 我们彼此心心相应 彼此完全的相熟 不做第二个想 基督徒的婚姻 是没有离婚这个字典的 我们像过后的主子 一节的婚 只向前 我们不后退 尽心竭力 一个是那种强烈的委身 你竭力 竭心所能 去呵护 去拱护经营 婚姻关系 难免会碰到障碍 碰到挫折 碰到失败 碰到软弱 我们怎么样 是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到最后的话 是一个无价的委身 不管我们的成就多大 不管钱赚最多少 那个婚姻 需要你跟我 我们努力 我们去经营 把这个抓住的话 这是一个benchmark 我们的婚姻 都有很好的根基 我们第二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 再一次恭敬 把我们在座 每一个弟兄姐妹 向你面前来 我们好些个人 我们上一堂听 这堂留下来听 说我们有可能 我们很希望 能够借着这些的演讲 让我们自己的婚姻 有更好的机会 能够成长 或者我们目前 正不知道 很大很大的难处 跟挑战 所以说我们信得过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所以你垂听 我们的呼求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 一个演讲的内容 给我们开启一个路 一个可能 一个机会 一个心志 主要让我们丈夫的心 转向妻子 让我们妻子的心 转向丈夫 让我们夫妻的心 都转向你自己 主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们看见盼望 看见机会 看见可能 看见能力 愿你的话语 像雨水降下来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婚姻的里面 没有突然的返回 我们恭敬祷告恳求 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